好 我这就给小虎打电话 让他回来 今晚就这样吧 没什么事了 我先回去睡觉了 明天我再过来帮你看看 那就麻烦小兄弟了 哎 你听说了没 张大胆家媳妇 昨天落水淹死了 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 昨天下水淹死的 我爹妈 是不是被水鬼拉下去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聊聊呗 我也是大清早听贱南讲的 这孩子 昨晚被吓得不轻 到现在还发烧呢 我这正准备出来 找老夏帮忙看看 贱南说 昨晚他们去张大胆家守灵的时候 张大胆媳妇在棺材里面来回蹦的 吓死人了 好像要诈尸 不过后半夜就没怎么闹腾了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走 相依相亲的 咱们去他家院子外面看看 顺便给他随三百块钱 哎呀嫂子 我这早上出门还没带钱 我就不回家去了 你借我三百吧 咱们过去随个礼 等完了回来 我就还给你 成 咱们过去看看 爹 你吃饱了吗 味道咋样 给你再盛一碗 不用不用 我已经吃饱了 夏天 你说张沈棺材闹腾是因为里面有条鲶鱼 难怪了 老张这家伙平时对他媳妇就不好 死了也想草率了事 真是没见过这种人 哎 张沈也是个可怜人啊 爹 张沈怎么可怜了 你跟我们说说呗 哎 要说这张沈啊 年轻的时候既漂亮 性格也很好 之所以后来变得沈沈 叨叨完全是张大胆的问题 他和张沈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遇到的 城里的姑娘哪受得了农村的脏活累活 于是张大胆就开始对他家暴 对他很坏 张沈在这又没个能诉苦的朋友 想回家看看 可张大胆以为张沈要跑 走了就再也不回来 没人给他做饭生小孩 所以就把张沈绑了起来 动不动就拳打脚踢 后来啊 张沈上的小虎就更走不了了 久而久之 精神就崩溃了 所以丫头 你见到的张沈就是一副有一点呆呆的样子 小虎也是 嫌弃的爹娘吧 在外面打工都两年没回家了 这次她娘死了 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难怪张沈走的时候 死不瞑目 看来怨气很重了 不行 还是要去看看 夏叔叔 我去隔壁帮忙看看 也不知道张大胆的儿子回来了没 夏天 你 你小心一点啊 知道了 爹啊 夏天怎么对这种事情特别感兴趣呢 他是不是受刺激了 怎么神叨叨的 丫头啊 你还记得咱们把他就回来的时候 你还说他身上穿的衣服很奇怪 我告诉你 夏天穿的是道袍 可能他之前是一名道士吧 据我所知 一般道士都对阴阳是特别敏感 你三表就因老六 当年还和一位道士做了朋友呢 不是吧 还有这种事 我怎么没听三表就讲过啊 那三表就也是道士吗 他是个屁道士 他以前在火葬场开灵车的 不过好像后来火葬场出了什么闹鬼的事情 然后请了许多道士 他就在这个时候认识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 是他一次喝酒喝多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吹牛 反正吹得神乎其神的 所以丫头 夏天这孩子 我感觉他迟早也会离开这里的 你还是别动心的吧 哎呀 爹你乱说什么啊 什么动心啊 别乱撤 现在哭得死去活来的 以前怎么不对人家好一点了 哎 真的是 哎呀 你可少说两句吧 这还是在他家呢 小心把你撵出去 哎 你说 张小虎怎么还没回来呀 他娘死了他都不回来 这也太过分了吧 小师傅 小虎说了 他昨天晚上的火车 中午才能到家 好 那应该就没什么其他事情了 你再回忆一下 张婶生前还有什么心愿为了的 没什么心愿了呀 好 我再去看看张婶 怎么还是死不瞑目啊 哎 张婶 你儿子很快就回来了 小师傅 怎么了 张婶还是不肯走吧 妈妈 二不笑 我回来了 妈妈 妈妈 对不起 我不回来并不是嫌弃你 而是看不惯我爸欺负你 你死了 我也很难过 二不笑啊 没能见你最后一面 妈妈呀 我的妈妈呀 小虎这话说的还挺有良心的 这张大人我真的是 哎 现在人走了 才开始后悔 当初干什么去了 张婶啊 你儿子现在也回来看你 这么孝顺 这么懂事 人生一世 夫妻一场 母子一场 你不肯上路 对孩子也不好 你也不希望孩子因为你而耽误工作吧 你就放心走吧 小师傅 怎么样了呀 闭眼了吗 没呢 看来还是有未了的心愿了 你们有谁知道张婶生前有什么疑验吗 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什么 我想想 我知道 去年过年的时候 张婶看到了我家三娃身上背的书包好看 说也给小虎买一个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张叔 你安排人去买一个书包吧 不用安排别人了 我去 我去买 我知道在哪买的 那就麻烦您了 小哥 你在掐指算什么东西吗 是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好像本来就会这些一样 我刚才算了一下 张婶不肯走的原因 主要还是阴在你们身上 至于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 小师傅 怎么一阵风把大门上的对联给吹下来了 这 张叔 我想我已经知道 为什么张婶不肯走 不愿意闭眼了 她的心愿 其实只是想和你们吃一顿团圆饭 好 知道了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 很简单 就今天晚上吧 你张罗一桌好饭好菜 小虎 还有张婶 你们三个人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小虎 你把你娘从棺材里面抱出来 换一身新衣服 然后抱到椅子上去 去张罗吧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弄 那啥 需要我们帮忙吗 各位乡亲不用麻烦了 你们回去吧 好的 那我和建南 就回去了 有事你叫我呀 妈妈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鸡腿了 来 妈妈 你吃 我在外面挺好的 老板很快就要给我升班长了 我谈了个女朋友 她很勤快 心底也好 妈妈 你别哭 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 我现在长大了 能照顾好自己了 不但能照顾自己 我和女朋友 还打算明年存点钱就结婚 到时候我就抱着孙子 去你坟前给你烧纸 我的妈妈呀 小伙 你妈已经闭眼了 咱们赶紧把她抬到棺材里去 妈妈 我悄悄告诉你一件事 我女朋友跟你年轻的时候 长得很像 我总给她买紫色的裙子 因为小时候我就觉得 妈妈穿紫色裙子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 我长大了 也要找这样好的女人做老婆 我的妈妈 你怎么就这么离开我了 妈妈 妈妈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下集更加精彩 下集更加精彩